亲爱的各位姐妹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在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从早晨就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看菲利比书的第二章的二十二十一节 菲利比书二章二十节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泰的评价 他说到提摩泰是与他同心的 而这里同心的内涵 其实就是在于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而所有提摩泰与保罗是同心 是求耶稣基督的事 那么这里的其他人 那这个有认为是其他的同工 或者是保罗他所看见的其他在服事上帝的人 那这些人或许也有求基督耶稣的事 但可能更多的掺杂了其他的事情 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仍然是动机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或许每一个服事的人 他外面所做的事情表面上看来都差不多 那或许其他的同工服事 却仍然有出于自己的热心或是报复 就不像提摩泰跟保罗完全一样 只求耶稣基督的事 那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呢 如果我们诊断来看下来 我们就可以体会为 这个成全圣徒做成基督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成全圣徒做成基督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牧长或是小组长 会特别花许多的时间 去关心扶持那些特别软弱的肢体 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关心有什么不好 而是当我们所有的精神力气 如果都花在关心特别软弱的肢体身上的时刻 那其实反而就忽略了 有许多在默默等候成全的肢体 而这些肢体呢 它常常是在教会当中最沉默的一群 就是它不给牧者找麻烦 但是却常常就被忽略了 那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 这个有了年纪的保罗 生命成熟的这个基督徒 他的侍奉的重点 反而会更多的比例的 是去关心那些生命已经有基础 然后愿意来寻求主道的人 反而比较不是在很大的软弱当中 然后我们还要去想办法把它拖出来 然后维持它不要沉沦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我们再看到二十节所说的童心 原文这个字是由相同的跟魂 以及生命复合而成的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同等级的生命 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 如果生命的层次相差太多 那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替保罗去做有效的关怀跟探访 而提摩泰是已经经过试验 并且对于菲利比的圣徒们来说 提摩泰已经证明他的服饰是可靠的 以及他的侍奉是纯正的 那在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知道或是愿意 以成全圣徒作为我们生命的追求 我们讲说这个教学相长 又或者说其实一个人能够有最好的学习的过程 其实就是当你要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要去教一个人的时刻 就好比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要出去宣教 要分享信息 那大家就会发现 原来也是同样读一段经文 但是当他开始要去讲的时候 他才会真的知道说 自己到底明白了多少 还有多少是没有明白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以成全圣徒 作为我们生命的追求 愿意来去这个 使我们生命不断地长进的时刻 那我们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在一个真实的能够快速成长 不会被欺骗 或是不会被蒙蔽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那透过提摩太的侍奉 我们也可以思想 我们愿不愿意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与牧长同工 好 那这个对于教会的牧长来说 其实更渴望的就是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 能够兴起 能够彼此成全 能够成全圣徒 各按其之 然后在爱中能够建造自己 那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能够愿意更多地来思想 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自己 能够去成全别人 祝福大家 在今天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